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去年11月才出道的新人女團5050 在今年憑藉著單曲Cupid爆紅 甚至還打擊美國BillboardHot100 天途可說是一片光明 贈掉4名成員卻在日前突然要求經紀公司終止合約 並直接採取法律行動 最令網友聽亞視 他們其實沒有遭到經紀公司壓榨 反而還獲得了很多新人沒有的待遇 根據還沒報導 電紀公司的代表陳鴻俊 和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崔成浩 在5月接受訪問時 曾講述了5050成名前的不義 兩位60歲的主管雖然資金不足 但為了讓5050能夠發行實體專輯 便將戴了10年勞力士手錶和車都變賣 此外他們還將其人們當作女兒一樣看待 不但讓他們學習英文 出道後的每一首歌曲還幫他們拍了MV 就連宿舍的歌曲也相當高級 如今他們卻要求解約 讓得知消息的男和網友們 紛紛同批4名成員 忘恩負義沒有道德 若是我感謝都來不及了 這些人真的是垃圾